它是集天地之灵气的珍稀植物,自古就被视为名贵的中药材,传说有着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,现如今它从大山深处走来,慢慢地融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。 今天的农广天地为您介绍人参的采收与加工,敬请关注。 那么大家好,很高兴和您相约农广天地,我是杨璐。 人参又叫做神草地精,维武家科人参属,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,野生人参多生长在昼夜温差小,海拔适中的阔夜混焦林中,是一种十分珍惜的宾威保护植物。 人参的药用价值非常高,在中医里被认为是滋阴补身,浮正固本的极品,特别受老年人的青睐。 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,人参的药用功效都有哪些。 它是一种神奇的植物,它是生长在长白山里的精灵,它曾经被当作起死回生的珍贵药材,它就是被誉为白草之王的人参。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早有记载,人参有补五脏,安精神,定魂魄,除邪气的功效,并且久服轻身延年。 现代的医学研究也表明,人参内含有一种叫灶带的化学物质。 它对调节人的中枢神经系统,对抗疲劳,调节新陈代谢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功效。 人参还对治疗神经系统,心血管系统,内分泌系统等多方面疾病,有着很好的保健作用。 野生人参被大量采挖,已经越来越少,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。 为了保护这种珍贵的植物,野生人参已列为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。 现在市面上主要出售的是人工种植的人参。 我国人参的人工种植历史悠久,可以追溯到唐代。 一般人工种植的人参,经过五到六年的精心管理,就可以收获了。 目前,在我国的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等地已广泛进行人工种植。 而人参的加工技术,相比起多年的种植技术,就显得更为重要。 如果这个萎收不好,加工的不到位,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。 白白浪费农民朋友们多年的苦心经营。 人参在收获后,可以直接出售,但是为了长久保存,先人参在收获后要经过一定的加工。 按照加工方法的不同,人参在收获后,经过清洗、摆盘、烘干的初加工环节,就可以制成生晒身了。 生晒身,不温不燥,既可补气又可生精,适用于扶正去邪,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。 如果把清洗干净的先人参进行蒸制,干燥,下须,配置,软化,压制,包装等环节后,可以加工成红参。 红参功效温补,补气中带有刚健温造之性。 红参比起生晒身,不仅提高了包装的美观度,同时又不损失人参的营养。 如果我们提取人参的有效成分,进行深加工,还可以把它们制成人参茶,人参糖,人参酒和人参保健品等。 看了那么多的人参制品,那到底人参要怎样吃才最有效呢? 下面咱们就以市面上最常见的生晒身和红参为例,为您介绍一下它们的加工方法。 首先,要想加工出高品质的人参,拔好采收观十分的重要。 前面提到过,五至六年的人参可以进行采收。 一般,人参的采收季节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,这时人参在地面以上的叶子已经掉光。 地下根经不成熟,我们可以直接安排收获机进行采收。 为了保证采收的顺利进行,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人参的构造。 由于人参的根部,生长在距离表土层以下十五至二十厘米的位置。 有炉头,主根,枝根,须根构成。 所以,我们要在操作前,把人参收获机的切割部位调至人参根部以下更深层的位置。 有效地防止伤根断须的情况发生。 收获时,人参就被传送装置,自然而然地带到地面上来了。 当地的农民朋友告诉我们,想要采收符合标准的加工原料, 必须选择各部位齐全,完好无损,并且置地坚实没有病残和伤疤的人参。 被收获机刨出的人参,我们直接进行拣选。 在拣选时,一定要轻拿轻放,小心不要伤到根系,把它们码放在塑料框中就可以了。 因为人参的加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,所以采收好的人参应尽快运往加工车间, 尽量缩短时间,省略铸藏等中间环节。 在采收后,立即进行加工,可以预防人参长时间的堆积,造成积压和跑箱, 从而避免了影响加工成品人参的质量。 人参的加工,对厂房以及人员的卫生要求很高。 为了避免因生产人员个人卫生问题,对产品造成污染。 任何工作人员在进入厂房前,都需要换上干净的工作鞋,工作服,戴上帽子,消毒双手后,才可以进入生产车间。 正规的厂房,可以安装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加工流水线,清洗环节的工人还要穿上防水服和胶鞋。 首先,我们先来介绍一下,生晒身的加工技术。 刚采收的人参,在运送至加工厂后,首先要进行预处理。 第一步就是,清洗掉表面的泥土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用洗身机来代替人工洗身。 工作人员先将人身倒在操作台上,轻轻抖掉身体上的泥土。 注意,要小心操作,不要伤到根系。 操作台上,还设有缝隙,以便排出杂物。 这一步,可以分散根部相互缠绕的人参,方便后面的清洗。 接下来,我们把人身直接推入清洗池中,进行初级清洗。 这里使用常温的清水,因为是自动化生产。 您大可不必费心。 池中设有许多高压孔。 人身在水流的冲刷浸泡下,相互摩擦。 从而轻松地洗掉了表面的污泥。 我们要注意,进洗时间不能过长, 以免碰破炉头、根皮或是折断须根, 影响到成品的价值和美观。 经过预处理的人参,您可别以为它们已经清洗干净了。 其实,人身上的细小沟槽中还有许多杂物, 需要我们进行二次清洗。 二次清洗利用了更强压的水流, 而且洗身机中的水全程自动循环, 在流动的过程中可以顺利带出杂物。 整个洗身环节省心又快捷。 另外,厂房中还要配备排水系统, 以便污水地顺利排出。 洗好的人身还要进行摆盘。 我们可以准备好托盘。 托盘上设有筛孔, 用来控出多余的水分。 另外,还要准备好吸水的棉布。 接下来,我们把棉布平铺在托盘中, 再按照人身粗细、长短的不同, 进行拣选和分级。 我们直接将它们码放在托盘中就可以了。 在这里呢,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一句, 人身在码放的时候不要上下重叠, 一个托盘只摆放一层, 这样就会避免因挤压而造成的跑僵了。 摆好了盘,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烘干了。 我们要制成生晒身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, 烘干。 就是让洗干净的仙人身脱掉水分, 让它更易于保存。 烘干室的地点最好是建在顶楼, 或者光照充足的地方。 烘干室除了要达到卫生标准的要求以外, 我们还要配备控温仪、通风设备、保温幕、 暖气、盆架等装置。 我们将分解好的人身放入烘干室中。 在烘干时, 刚开始温度不要过高, 一般可以将温度调整为50摄氏度左右。 等到烘干三小时以后, 再打开通风设备进行通风, 并且降低烘干温度。 等到温度降为30到35摄氏度后, 停止通风, 然后再将温度调整为50摄氏度。 这样反复进行, 仙人身在烘干室一般烘干三天左右, 等到人身的含水量达到70%就可以了。 顾名思义, 仙人身经过烘干后得到的人身, 就叫做生晒身, 也叫白身。 这样, 等人身烘干好后, 就可以包装出售了。 我们将烘干的生晒身取出, 整齐地码放在准备好的纸箱中, 因为生晒身的水分含量比较低, 所以更利于保存。 但它的缺陷是, 根须容易断裂, 形象不佳。 我们在操作时, 动作更要小心翼翼, 尽量避免折断根系, 最后封上口就可以出售了。 生晒身除了可以整身封箱出售, 也可以将它们放入冷库冷藏, 进行长时间的保存。 此外, 那些散落的根须呢, 同样也可以入药或者是食用, 千万不要当作废料扔掉了。 好了, 说完了生晒身, 咱们再来看一下红身是如何加工出来的。 红身加工的第一步, 与生晒身加工的第一步是一样的, 都需要把采收的仙人身清洗干净, 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红身加工的第二步, 蒸身。 我们将洗干净摆好盘的人身摆放在蒸身架上, 然后再调试好蒸身设备, 将操作台降至地面, 接着把人身小心地推入蒸身机内, 关门蒸身。 蒸堵的目的是使人身受热, 在恒定的温度下让人身慢慢熟透。 一般情况下, 蒸身的时间为40至60分钟左右, 温度恒定在90至105摄氏度之间。 在蒸之过程中, 最好安排检验人员定时进行检查, 根据具体的生产情况调整蒸之的时间和温度。 蒸好后, 人身的最佳状态应是柔软而不易断裂, 韧劲十足, 并且用手捏时有粘度, 整体没有出现裂纹、 断颅头的现象。 根需保存完好, 与没有蒸制的人身相比, 显得色泽更加饱满, 呈金黄色。 如果包开一颗人身, 看到从外皮到中心都完全熟透, 断面呈乳白色, 就算是蒸好了。 但是发现有这种裂身的现象, 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了, 必定是因为蒸制的时间或者蒸制的温度没有控制好而造成的。 我们可以根据人身的大小来适当地调整蒸制的时间和温度, 防止整锅身都被蒸坏的现象, 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 等人身蒸好后, 我们要小心打开灌门, 以免烫伤。 可以将灌门打开一段时间, 进行通风和降温。 等人身和身价的温度降低后, 工作人员再取出蒸身价, 然后把它们推至阴凉处, 继续冷却就可以了。 等人身冷却后, 再用剪刀把人身的须根剪掉,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干燥了。 这一步的干燥又叫定色, 也就是说, 让人身在干燥的过程中, 来增加人身的色泽。 干燥时, 我们可以把蒸好的人身, 直接进行传统的晾晒。 这样晾晒大致一到两周左右, 等人身完全干透, 就可以了。 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, 因天气的变化, 很难人为控制。 晾晒时间也长, 所以, 有条件的朋友, 我们还是推荐使用干燥机, 来干燥, 争执过的人身。 在干燥刚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内, 干燥机内的温度保持在55至60摄氏度左右, 相对湿度控制在65%以下。 干燥一小时后, 我们可以将温度升至70摄氏度左右。 如果人身体格大, 也可以把温度升高到80摄氏度, 再继续干燥一个小时。 等人身的含水量低于10%, 整体变成棕褐色, 只跟中下部呈现出橙红色时, 就可以将它们取出了。 这时, 干燥定色过程就算完成了。 干燥完成之后, 接下来就是要把干燥好的人身进行下虚工作了。 下虚就是修剪干燥好后人身的炉头和枝根, 符合下虚标准的人身, 必须选择质地坚实, 红棕色, 身条均匀, 没有裂痕, 空心的现象, 并且炉头基本完整的人身。 修剪原料身时, 保留人身的炉头, 主根, 以及主根下面的枝根外, 我们还要剪掉顶端炉头的三分之一, 把主体上的枝根截短, 一般从枝根基部3到4厘米处剪断, 且枝根长度不超过主根长, 这样修剪后的人身产品比较美观一些。 我们再将修剪好的原料, 按照规格大小放置网眼塑料框内, 另外修剪掉的余料也不要随便丢弃, 最好统一收集, 做到原料的最大化利用。 修剪好的人身就可以进行配枝了。 配枝其实就是挑选各项指标相近的红参, 配成组合的过程。 操作期间, 我们要注意每枝人身长短和粗细的均匀搭配, 并且要选择炉头大小一致, 颜色相近的红参。 我们把选好的一组人身, 用精密电子秤进行称重, 达到一定重量后, 我们可以把准备好的方形棉布, 把这组红参包裹起来。 这样做能方便我们后面的操作, 因为在这之后, 原身还要经过软化、压制、 保压、质检等环节。 用棉布包裹, 可以吸掉软化时多余的水分。 包好后的红参, 放入塑料箱中, 再由工作人员运送至库存区, 就可以等待下一步操作软化了。 接下来, 我们将包裹好的红参, 放进蒸参柜中, 进行加温软化。 就是利用蒸参柜中的蒸汽, 来使人参变软的过程。 工作人员在用温度指示仪, 调控好温度。 软化温度, 应控制在99至100摄氏度左右。 时间定为8至18分钟之间。 时间可以根据红参的含水量, 适当调整。 等达到规定时间后, 立即取出。 软化后的红参, 要趁热, 马上派发给压制环节的工人。 我们要注意的是, 工作人员的动作一定要快, 以免红参冷却后不好进行压制。 我们打开棉布, 取出软化的红参, 进行压制。 压制就是利用准备好的模具, 将红参放入其中。 在压力的作用下, 压制成型。 接下来, 我们还要为定型的红参贴上商标, 再把它们对齐, 调整好位置, 然后放进模具中, 进行二次压制。 这个环节可以让红参在慢慢冷却的过程中定型, 通常要进行一到两个小时。 等时间到后, 我们再将它们取出。 这样, 红参就算加工好了。 因为加工的特殊性, 所以红参还有个名字叫压块参。 为了保证红参产品的合格, 我们还要进行复检。 复检主要是查看红参的数量、 颜色、 颅头大小以及整体的外观是否达到符合要求的标准, 并对同一批次的产品进行详细的记录。 如果外观不太美观的, 还可以用剪子进行修剪, 确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 等查看后, 再用电子秤进行重量的复查, 确保每批红参的重量都达到标准。 因为在软化过程中, 蒸汽加热的影响, 红参内部还残留不少水分, 我们还要将这些红参进行干燥。 用防潮纸把副检丸的红参暂时包起来, 放进烘干盘中。 这里最好要单层摆放, 确保红参的透气。 最后再把它们移制, 装有加温设备的烘干室进行烘干就可以了。 一般情况下, 进入烘干室后, 刚开始烘干的温度可以设为55摄氏度左右。 等烘干到5至7个小时后, 再把温度降至45至50摄氏度, 继续烘干5个小时左右。 当深耕含水量达到13%左右时, 就算烘干完成, 可以包装出售来。 烘干后的红参, 待身快亮凉后, 再转至包装车间进行最后的包装。 我们先将它们从防潮纸中取出, 然后包上新的防潮纸, 并贴上重量标志, 接着把它们装入保鲜袋中, 装满一箱后, 搬到真空包装机处, 用真空包装机进行压制。 压制好后, 再把它们装进包装盒中就可以了。 包装可以选择客户喜欢的方式或者需求来决定样式, 可以选用纸盒包装, 也可以选择比较高档的铁盒来包装, 只要保证包装严密就可以。 最后, 为每个产品打上规格和出厂日期, 就可以装箱入库或出售了。 现如今, 人生这个神秘而又遥远的草药, 也已经不再单单出入公王府地, 而是走进了千家万户, 不仅成为了人们赞不绝口的养生佳品, 还和其他的食材一样, 烹制成为了各种滋补养生的美味。 佳妖。 好了, 观众朋友, 本期节目就是这件内容, 如果你想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,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。 好了, 明天同一时间, 再见。